今天我们先在这儿跟大家唠唠你的心里话,好吗? 有请主角孟凡淼 大家好,我是孟凡淼 可能很多人认识我 这不是萧江湖里的哪吒吗? 没错,我就是那个踩着风火轮大闹上海的哪吒 那龙王三太子上来就打我一拳 这么大一条龙,大小孩 但是说到首秀,那可不是哪吒 而是在网上一个特别火的视频 叫做熊孩子吐槽汪风春天里 熊孩子是谁呢? 就是我 那我是怎么吐槽的呢? 你看那首歌是这么唱的 如果有一天我挑战离去 请把我埋葬在那春天里 就这个没有用的还埋葬天里 你不得看你什么时候死吗? 你要夏天死的还得搁一年 就这么几句吐槽 我就火了 蹭蹭蹭,几个微博大V全翻发了 当时就把我顶到微博热搜第二年 第一名是谁呢? 范冰冰冰 就这么不明奇妙的火了 我这心里还有点不踏实 那汪风会不会找我呀? 没想到汪风没找我 小江湖找到了我 他们一张嘴就问 小朋友,你的家长呢? 我说你见过谁家二十多岁小伙子 随身携带家长呢? 二十多了 他们一听就吓了一跳 你们是不是也吓了一跳?